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从现在起 俺和大红就在这儿养老了 你不问问你儿子 你也得问问我女儿啊 对不对啊 我这房子卖了 挽得大一点了 那四十万就想换大房子 我告诉你 四十万连个厕所 你都买不起 我看你们全家啊 就是想榨干我们女儿的血 爸 乐生辛苦了 对不起 家里都安顿好了 安顿好了 那什么时候回去 不回去了 俺妈老家的房子卖了 妈 妈 从现在起 俺和大红就在这儿养老了 爸 您怎么把房子卖了 不是这么大的事 您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对呀 我也是个知道轻重的人 老吕 你如果要对我在这里住一年 你不满意的话 直接跟我说 我明天就回老家苏州 但是你这样啊 自说自话 把老家房子卖了 要来这里养老 你 你 你不问问你儿子 你也得问问我女儿啊 对不对啊 不是 别生气 你这几天在跟我演戏呢 请请 你们老两口是不是商量好的 就是要把商品煮出饭 你别乱关啊 俺们大红 就按一个人的主意 你也别在这儿大壶小叫的 反正房子已经卖了 俺和大红就住在这儿了 俺们也都是 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啥你想明白啊 也没别的念想 就想待在儿子身边 天天看见儿子 抱小孙子 李嘉 小萌 这是卖房子的钱 一共六十万 俺和你妈呢 留二十万保命 其他的四十万你们留着 把这房子卖了 挽得大一点了 咱们住这儿松快一点 如果实在想偏想 俺和你妈不管 那也行 拿着钱 在附近做个地下室 俺和你妈去住 俺没意见 你妈她也能吃苦 只要你妈天天能看见你 就好 不是 爸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您这不是逼我了吗 这房子想换就换呀 老吕啊 你不看新闻 不看朋友圈啊 这里的房价有多贵 你不知道啊 四十万就想换大房子 我告诉你 四十万连个厕所 你都买不起 吕翔 你告诉你爸 这里的房子多少钱一瓶 你 你说 现在这房子 一瓶没怎么也得四万呢 四万一 一瓶啊 多一瓶 试一瓶 俺和你妈还有退休工资呢 不够了 大不了俺们接着攒 接着攒 你说得轻巧 我告诉你 你们家吕翔工作能不能保住 还不知道呢 我看你们全家呀 就是想榨干我们女儿的血 妈 你别这么说 爸 这是个大事 咱们现在先不着急 这两天呢 您跟妈先在这儿挤一挤 这事让我跟吕翔商量商量之后 咱们再做决定 咱们再来 我去哪里 首先 让我失败了 你在做决定 我想